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农半球队的故事 因为我常常会念错 我都会把它念成Kano 然后就会一直被马智翔导演骂 就要念Kano 就是加农 刚刚的预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看完有一种热血的感觉 就有一点点鸡皮疙瘩 这是台湾非常棒的一段故事 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 也是台湾棒球魂的源起 加农的棒球队达到了甲子源 甚至得到了很棒很棒的成绩 相信我今年29岁 但是我爸爸妈妈那一代 或是现场有一些大哥大姐那个时代 都记得这样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所以被拍成电影 这个电影跟高雄产生一个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里面棒球场的场景 是在男子的图库拍的 它是一个嘉宜的故事 一部电影 但是大家知道这几年 高雄市文化局非常认真的推动影视相关 让很多人来到高雄拍电影 那这部片里面有很多棒球的画面 听说整整在高雄拍了将近三个多月 所以它也是一部在高雄拍的电影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希望让这一段光荣的故事 能够在高雄再现 那时候想了很久 要让它在哪里再现 我们高雄有一个非常棒的场地 它历经了非常多时代的演变 一直整顿一直整顿 现在是爱河畔非常漂亮的风景 它叫做利德棒球场 有人知道利德棒球场 为什么要叫利德棒球场吗 有的可以举手 我们有小礼物可以送 有吗 有吗 在场是高雄人的举手 好 请放下 知道利德棒球场 为什么要取名叫利德的 请举手 快点可以回答一下 好 它其实是为了纪念利德哨棒队 他们曾经在亚特兰大 波特兰大的一个哨棒球赛得到冠军 那利德哨棒队 就是以前的河滨国小的哨棒队 它是一个高雄非常荣耀的时刻 也因为这个荣耀时刻 而命名的一个场地 所以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在冠军场地 看冠军棒球队的故事 所以在2月27号晚上 在利德棒球场 我们做了一个全台唯一 公开在棒球场里面 做这部电影《Carnon》的首映 就只在利德棒球场 将近会有快1万人 跟你一起在棒球场上看电影 要怎么看 没有错 就是把电影的 大家如果有去巨蛋看 看见台湾 就是那一套 直接搬到棒球场 以外 你就坐在红土上 我们跟利球的棒球场 特别协商 用一些方式保护场地 但是让大家就坐在那个红土上 坐在整个棒球场上 那也有看台区 然后一起看这部电影 那魏德胜监制跟马志祥导演 会把所有的演员带来 为了让大家一起感受那种冠军球赛 他们拼得要命得胜 如果你热爱棒球的话 我相信很多像我的一些好朋友 一些小迷妹 他们会在结束以后 想办法去帮球员加油 甚至等在那个车子的口 然后送球员上车 送球员走 为了让大家看完电影 有那种激动 然后那种热血 怕没有地方放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球员都邀来 所有的电影里面的演员都来 结束为大家签名 所以只有在这一场 你可以享受这样 现在已经在卖票了 我们2月13开卖 瞬间卖掉一半以上 所以高雄还是非常支持棒球 也很支持电影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 年代售票系统 楼下就由不得买 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这部电影 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春天艺术节的讲座 一开始拼命在讲这个 也没有为什么 因为整个文化局 希望非常多的艺文活动 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支持 那今天是我们春天艺术节 跟城市讲堂 大东讲堂合作的第二场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前去听到上一场 就是杨次卿指挥 跟郭成神指挥 在图书总管中心堂 为大家分享关于今年的 世交世国要做的节目 以及世交世国的音乐发展 今年春天艺术节 我们总共策划了将近20场讲座 在大东 在智德 还有在高雄的三间成品 连大东期间献进店 我们也去做了讲座 希望让整座城市 除了表演艺术的节庆活动以外 有更多我们可以在更深入的 去了解表演艺术节目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甚至可以发现 如果你有拿到 对不起 如果你有拿到文化高雄 有拿到我们春艺专刊 你们会发现 前几年的春天艺术节的讲座 我们比较针对节目去讲 我们针对节目来跟大家聊节目 因为刚开始春天艺术节今年走入第五年 前四年 我们可能觉得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节目跟团队 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开始 没有那么多团队来过高雄 大家会不知道 那认识的不多 我们就需要更去推广 可是走到第五年 我们希望整个第五年的春天艺术节开始 它更扎根 更深入 而且更面临更多不一样的考验跟思考 因为未来场地会越来越多 那艺术节要怎么走 以及艺术节要怎么跟民众互动 我们开始从今年做一个转变 所以今年春天艺术节的讲座 如果大家愿意多参与几场的话 会发现我们开始讲 跟表演艺术更有关系的议题 跟城市更有关系的议题 所以今年大讲座的第一场 我们先让两个乐团的指挥 让大家更认识 因为我们通常都只看到指挥在台上指 可能不知道他会讲话 那我们两个指挥都会讲话 而且指挥讲话有时候很热血 而且现在台面上的指挥 没有一个像杨志祺这么有型 号称全台湾最有型的行男指挥 因为还有留胡子 开开玩笑 那他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在成品 在城市讲堂里面 我们也安排了非常多高雄在地的艺术家 跟大家聊聊他的艺术学习的生命 以及跟城市他们如何在城市推动表演艺术的一个想法 概念跟关系 我们可以让讲座不一定要一直让人家觉得 你们都在卖票 你们都在讲你们的节目 而是希望更多朋友可以跟我们走进来 一起接触表演艺术 你或许还没有加入春天艺术节的节目 但是你可以透过觉得这个不错 喜欢 好 欢迎你来支持一两场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讲师呢 是我在春天艺术节的团队里面 第二次要介绍他来跟大家讲 第一次我们把它放在成品 在两年前 那一年我们邀请了一个节目 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 也是那一年的经典 以及春天艺术节历史上 头一次有退票的节目 也就是魔戒 因为它中间发生了一些故事 那一年 我们请到了王熙文老师 跟大家聊聊魔戒的整个的电影配乐 然后一结束以后好多人跟我讲说 哇 好棒 这一场好棒 我终于知道看电影里面的配乐 我要怎么看呢 然后来到魔戒现场的时候 发现很多讲座的朋友 带了一整群朋友来 所以我们去年其实也很想 赶快把王熙文找来 因为发现他有一定程度的锡票魔力 但因为去年呢 我们就节目的策划上 比较没有相关 但是今年我们的草地乐会 如果朋友们你有关注的话 一共是三场 一场是锁票的就在下礼拜 那一场现在已经所超过 一万八千多张票了 所以现场有要去的朋友 那一天 大家包含一下 把你身体 所有可以捆的东西捆起来 我已经买了六个束缚 打算那天把我自己弄瘦一点 以免影响到观众们的座位 因为我们草地就这么大 但是大家这么支持 这么踊跃 非常感谢 我们还是希望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一起进来 那一天是228级年音乐会 没有错 但是在高雄228 其实他已经不再是这么的悲伤 这么的痛苦 我们希望记住228的是 爱 和平 传承 所以那一天 大家会看到是一场 很棒的音乐会 他要思考的是爱 思考的是和平 思考的是社会的公民正义 在高雄228纪念活动 甚至我们有办过 反媒体垄断的讲座 因为我们在意的是 228的精神 那个必须被传统留下来的 那个关于社会公平 跟合作 跟和平 跟爱的精神 这一场如果你还没锁票 剩最后楼下还有 赶快锁 那两场售票的今年 真的是大挑战 一场是 哈利波特与 好莱坞史达电影的配乐 这是以前没有操作过的 因为它集合了 非常多电影的音乐 所以乐团现在正在旁边的排练是拼命练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场是 甚至可以说是全台湾唯一一场是 用影展的方式 以一个导演 跟他长期合作的配乐师 他的所有精华的电影片段 跟他精彩的音乐 而做成了提姆破顿 影展 消强音乐会 我们一直在试 然后观众也一直很支持 我们现在卖到票都是 让我们觉得又快要秒杀了 所以还没有要买票的 等一下听完楼下游 卖票的事情在这边都讲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找来的 西文老师 他是台湾非常年轻 但是已经举足轻重 重要的电影配乐的创作者 甚至是音乐创作者 在这边我要来玩一个小小游戏 请问看过《钟破猜》的《请局兽》 请问看过《翻滚吧》 《阿信》的《请局兽》 请问看过《赛棉被的 好天气》的《请局兽》 好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答出 这两部电影跟一部电视作品 它的关联性 请举手 举手 快点 我要送礼物 好 那个妈妈 姐姐对不起 请原谅我 你回答我 它的关联性是什么 王西文的什么 他做的配乐 好 来 我要送给你我们特别出版的一本 给孩子跟大人都可以看的剧场探险书 让你认识剧场 也认识春天艺术节 谢谢 待会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送送小礼物 或是各位可以主动发文 我们就会送给你春天艺术节的小礼物 没有错 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 它的音乐都来自于王西文老师的创作 但其实不仅如此 如果你有看过《台南人的烟机》 有看过《木兰少女》 甚至有看过一些戏剧作品 他也做了非常多戏剧作品的配乐 那跟高雄团队合作过 他也跟台湾戏剧表演家剧团 合作过《黑米克》的配乐 那这一个前阵子好像有点红的男生 长得帅帅的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突然间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你知道他在干嘛 是你真的知道他在干嘛 不一定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要知道他在干嘛呢 没有 但我们今天要请他带着我们一起认识 我们叫做音乐的魔化力量 但音乐为什么会有魔化力量 除了它创作出来就会让人感动以外 它会搭配在很多时间片段使用 而增加你更多的记忆跟感动 而这些时间片段要怎么被营造 今天西文老师会跟我们聊创作 聊配乐 聊聊音乐剧 聊很多 那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王西文老师热烈的掌声 欢迎西文老师 嗨 大家好 我是西文 所以今天是要聊我在干嘛 我刚才后台还蛮开心的想说 哇 真不好意思 邵元这么热情帮我讲了快半小时了 我待会又没有礼物可以送 待会会不会大家都不讲话 那大家好 我是西文 我是做剧场跟电影配乐的工作 那今天这个题目叫做音乐的魔幻力量 请问在场会有朋友 曾经在别的地方听过我的配乐讲座吗 有吗 有一些是不是 好 谢谢 那今天的这个讲座 不光是专注在电影配乐上 那它会 大概有这几个内容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配乐的特质 一些名词配乐的功能 然后会聊一聊电影跟剧场配乐的不一样 然后再来会跟大家讲音乐剧这个东西 因为对我来说音乐剧是跟剧场配乐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内容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做一些小测试 就是因为我们要讲音乐的魔幻力量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音乐的魔幻力量 好 那请大家帮我这个想象回到刚刚邵元刚讲完 要介绍我出场前 好 我们回到那个状态下 你们记得刚刚在播影片之前的进场音乐的感觉吗 记得吗 就是刚刚两点多不就一直在播一些音乐对不对 大家有印象那是什么感觉的音乐吗 电影 什么奇幻 还有呢 就比较古典乐的感觉对不对 比较有气质 比较艺文的感觉这样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今天邵元刚介绍的时候 我们欢迎今天的讲师王熙文老师 各位兄弟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配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 空气中的氛围瞬间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音乐真的很魔幻 好 我们把大东变成了一个户外的半桌场所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你们想要鼓掌的感觉 好 这个大东文化中心今天要办法终身成就奖 给第一次来讲座的王熙文老师 你没有发现我讲这些你们会笑的是因为 它真的是那种感觉 就这些音乐会给你们想到一些场景一些氛围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音乐很蠢 或是我很蠢 对不对 可是其实因为那个东西是某一种 大家可以连结的状态 就是你会回到那个状态 好 那这首的话呢 这首 那种出场模式就不大一样 可能要你蛮流血 可能要讲英文 嘿 各位先生 我给你一位 会变成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欢迎回到东升新闻关键时刻 我是刘宝洁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决定任务的音乐 偶尔也会在东升新闻听到 所以我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 很多音乐 对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 不是音乐工作者 或是艺文观众来讲 音乐可能就只是流行音乐 大家可能会想到 周杰伦 蔡依林 五月天等等 可是配乐这个事情 其实在国外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显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不管是电视 电影 舞台剧 现代舞 或者是音乐剧 其实它有很多 音乐跟戏剧结合的形式在国外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音乐的 的魔幻力量 那我们先讲一讲配乐的特质 当音乐碰到戏剧成为配乐 当然配乐是中文的一个翻译 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们想象一下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经验跟那个状态 是跟去听一个春天艺术节的音乐会 或者是去一个POP听独立乐团表演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后两者你是抱持着去听唱歌 听音乐的一个心情 但是电影院你是要去看电影的 虽然你会听到音乐 可是你的状态是在看电影 所以这个状态下 音乐是要服侍戏剧的 是要帮助观众 专注在电影上面 所以其实任何形式的这个 当音乐是配乐的时候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 舞台剧还是电影 音乐是要帮助观众 让你强化那个戏剧的连结 或让你专注了解剧情上 那有些时候音乐是主角 比如说如果一个陈奕迅的演唱会 他穿了一个王子的服装出来 他可能只是一个造型 或者是他某个歌词 有一些什么城堡我不知道 但重点还是你要听他唱歌 然后觉得他是陈奕迅很帅 你没有想任何戏剧的事情 但是在电影院 在舞台剧中 我们就是戏剧是主角的时候 配乐是一个服侍他的东西 是要帮助 帮助观众去理解戏剧这个东西 那其实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 每个文化都有音乐跟戏剧做结合 譬如说西方的歌剧 或者是更早的希腊悲剧的时候 就有很多歌队 那我们也有很多传统 歌声高传统的戏曲 甚至说很多部落 部落原住民的文化 也有一些仪式祭典 让肢体跟音乐的结合的这种东西存在 所以其实每个文明都有发展出 用音乐或用声音来渲染情绪这个事情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配乐是一个非写实的 一个很魔幻的东西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配乐是非写实的 因为其实我们真实的环境中 不存在配乐 配乐好像是配乐师把你画面上的 或是戏剧中的情绪抽出来去渲染 但是当你昨天晚上在跟情人吃晚餐的时候 不会有小提琴想起帮你伴奏 那当有很恐怖的事情发生之后 也不会出现一些很危险的音乐 那这个等于说是创作者 配乐师不管是戏剧还是电影 我们是加上去去渲染的 它其实是不存在于这个生活中的 所以说不管是电影还是剧场 任何配乐的出现就要很小心 就是它会跟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出现 所以说如果当一个电影拿你来讲话 他们的表演还没有让你感受到任何情意 或者是情感的流动的时候 突然进行一个很浪漫的音乐 你可能就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然后或者说老派待会要琴下去了 但如果他们已经有很浓的感情 让你很投入 那个时候音乐就会把你弄得更投入 而不会注意到音乐在干扰你 懂我意思吗 所以因为配乐这个本质 所以不管是电影还是剧场中 什么地方要出现音乐 以及那个音乐是什么方式出现是很重要的 好的配乐是不会打扰你去看那个戏剧的 我们回想一下看很多电影之后 你可能记得那个电影有音乐很好听 可是你不会记得音乐进来了 这个音乐在演奏什么曲子什么和弦 然后现在结束了 你只会 它应该会帮助你专心在电影上面 而不会去 这是第一首 这是第三首 刚刚那首是有吉他 这首是小提琴的 我可能会唱 因为我都在听那些东西 但是我们一般观众应该是 会被它影响专注在电影上 好 那也因此 因为它是非写实的 所以其实 越写实的故事或题材 其实音乐应该会越简单或越少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就是说像《魔戒》或《哈利波特》 如果没有音乐可能就不能看了 因为它是非常魔幻的一个东西 它是完全是需要音乐来建构一个虚拟的听觉世界 让你也相信那个东西的存在 那某些家庭或是社会 比较很写实的电影 比如说去年有个电影叫《天注定》 前年有个叫《夺命经》 这些香港或大陆很写实的影片 它可能就不需要什么音乐 那因为音乐它是有一个渲染力的本质在 那配乐它的一个最大特质是 它可以唤起我们对情感或者是一些事物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连结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 这个音乐会让你想到这个事情或这个情绪 但是譬如说大提琴 你可能会想到亲情或是父亲 长笛你会想到迪士尼公主有小鸟在飞 小鸟在飞听到小喇叭会觉得很怪 因为为什么我们曾经听过这样子 你好像看过一些动画有小鸟的时候 你就听到很多长笛肃琴 然后就是很轻盈的音乐 那如果小鸟在飞听到什么强受人的配乐 就是很奇怪 你就会觉得在干嘛是不是放错东西了 或者是今天这个场子少元介绍我出场 我刚刚放那个Nakashi的音乐 你会觉得是不是放错曲目了这样子 那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 每一个音乐本身就 它有一个属性 还是说是跟文化记忆有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 我们春夏大大在任何饭桌的场地 都听到管弦乐 然后所有很文艺的讲座都是Nakashi 那我们的认知会反过来 因为这跟我们的听觉的记忆跟经验有关系 所以我常常之前每一次都会讲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些美国牛仔片 然后你都一个小婴儿出生 你看到美国人就给他听唆呐 就不给他听西方的音乐 那他可能会觉得好莱坞电影怎么都没有唆呐 应该要唆呐才对 但我们现在听到就觉得很荒谬 没有什么可能这样的 因为这跟这个记忆有关系 所以那因为它跟文化记忆有关系 它也跟电影或戏剧的发展有关系 比如说那个时代很流行这样的声响 比如说我们听到某一种音乐 你会想到那可能是90年代 可能那是什么60年代 那是什么 那是巴罗克时代等等 就是音乐都会有产生那种 对于时代啊 对于文化啊 对于情绪的一些连结 因为听到佛朗明歌会觉得这是拉丁的感觉 那听到 听到巴沙诺华 或想到什么南美洲 听到 听到 Tango Tango也是 Tango它可能除了拉丁以外 还会有一种激情的感觉 对不对 情欲的感觉 就是每个音乐 它会有一些 客观的文化的象征 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象征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我们在做配乐就是需要 要搞懂跟了解很多种东西 甚至开发更多新的这种东西 那让它去渲染戏剧的一个因素 那回到我刚才讲的 因为好的配乐其实是要在对的戏剧发展的时候 去出现去渲染它 所以它很 它 当它是对的时候 它也不应该被注意到的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东西 其实你们想一想 如果有很认真喜欢配乐的话 你们去研究 一部电影如果90分钟100分钟 可能有40分钟都是音乐 那是比一张流行歌专辑还多的一个量 可是我们看的时候 通常不会注意那么多 可能只会注意到 翻滚麻戏里面乱长他想唱的歌 中某山里面有金马魔王跟三八花 可是其他有一堆在铺承情绪的音乐 是我们看戏都不会注意到的 因为它在帮助你看戏 所以配乐是一个很有趣很复杂 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 它是在帮助大家看戏 这是它的一个特质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 一些简单的专有名词 这边我用英文是因为 比较好理解 Music and Sound Music就是音乐 Sound是音效 很多人其实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在电影之中 像奥斯卡就有分 最佳原创音乐 最佳原创歌曲 音乐跟歌曲是不一样 是第二个待会我会讲 然后有最佳音效设计 音效剪辑 音效混音 音效就有三个讲 那什么叫音效呢 就是譬如说 所有这个空气中的环境音啊 对话或者是 我的一些人的角色动作出现的声音 都是音效 那这个音效有的是需要设计 比如说蝙蝠车的声音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蝙蝠车听起来怎么样 他可能拿一个什么摩托车 加上直升机箱什么去设计一个全新的 很震撼的声响叫做蝙蝠车的声音 比如说谁知道佛丽摩的声音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需要设计的 那除了设计以外也要很多后置 比如说如果有个场景是 我再用麦克风讲话 那你们听到的声音就是 第一排听到比较多我真的声音 后面听到比较多麦克风出来的声音 这个都是要后置的 所以 然后环境音的话可能会有 空调的声音 大家呼吸的声音 户外的声音 这些都是很细的东西 那声音 Sound这个东西是让电影变得更写实的关键 好 我们想想看看过的好莱坞的大电影 那些电影卡通 想象一下你看玩具总动员或怪兽大学 跟看海绵宝宝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海绵宝宝就是电视上 他的声音就没做那么细 那可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卡通电影是非常精致的 精致到每个动作你都觉得他是真人一样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假的或卡通 你会很进入那个动画的世界 等于说在影像中声音音效是让你生力其境 还原现场的一个关键 那音乐则是很魔幻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还会把某一段音效都拿掉 而只剩下音乐 他就会进入一个很内心很不写实的状态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音乐跟音效的一个介绍 那第二个是Filmscore跟这个Songs 那广义来讲Filmscore就是电影配乐 它包含了纯配乐 Underscore Underscore 一般来说是要跟Songs区分的东西 Underscore就是指契乐演奏的配乐 就是我的工作 那Songs就是一些歌曲 那这两个又可以通称Filmscore 那但是一般来讲 讲Filmscore大家也会觉得是纯配乐 这样子 这两个也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电影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原创歌曲 也有可能用一些现成的歌曲都可能 那如果回到我们刚才上一页讲的 就是音乐在电影戏剧中是一个很魔幻的东西 那有人唱歌应该就更魔幻 就是我们生活 就是你演戏也大一半 突然出现一个人唱歌了 所以那它是一个 所以它的唱什么歌 它的歌词 以及它唱歌的状态 还有剪接的关系 都会影响让你觉得 有没有很荒谬的东西 否则的话其实就会 诶 怎么现在变成看MV了 原本你看一个电影故事看得好好 怎么变成一个MV 但处理得好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用歌曲来诠释的过场 好 这个是Filmscore跟Songs 那第三个叫做Licensed Music Licensed Music就是授权音乐或版权音乐 比如说 《爱的面包魂》里面有用一首歌叫做 《玫瑰人生》是一个法国歌 那电影公司就要去跟它买版权 说我们要改编在我们这个电影中用 那我们就可以 看似说买它原本的版权 还是说我们改编在这里面用 那很多电影都会有这个 去买一些老歌来使用 比如《钟破山》里面有这个 刘文正的这个陈思 那这些都是授权音乐 因为买这些有版权的现成音乐 可能会勾起观众一些时代的连结 那选得好也会很有趣 比如说《钟破山》里面鬼头一出来 就有那个 那东西 不会有人写的比他更好 因为导演在创造那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就在想这首歌 或是那可能是导演某一个 某一种 记忆 然后那个东西 音乐上的记忆是那首歌 角色上的记忆就是鬼头那个形象 因此 选那个再适合不过 那这种时候就会有 要需要 版权音乐 第四个叫做Source Music Source Music叫做 中文可以翻成来源音乐或什么 它的意思就完全不是配乐 它就是在那个戏剧 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剧场中 它的这个 它有合理的存在的理由的音乐 比如说那个场景中 听了广播里面放出来的音乐 或者是那个场景 男主角在弹吉他 或者说这个酒吧有人在弹钢琴 就是它是真的有那个存在理由的 它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魔幻的情绪配乐 这个叫Source Music 那Source Music可能是原创的 也可以是版权的 比如说翻轨把他信他们就 搜音机里面传出来王杰的歌 那首歌是License Music 也是那个电影中的Source Music 那甚至呢 有些Source Music 会不知不觉 变成了一个配乐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是 阿信再来把MESO摩托转 放弃这个歌 这个Source Music 可是后来戏演完之后 音乐就扬起 就转场 就有一段过场的戏 然后那个音乐的 歌曲的情绪 可能延续刚刚戏的情绪 它就变成了配乐的功能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是简单来讲 就是不管是电影 还是戏剧中的一些 名词的简单介绍 好 那因为 这些东西如果各位有兴趣 研究更多配乐的话 这个分类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一些 戏剧中的音乐的元素 好 那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关于配乐的一些功能 好 这个电影是《天外奇奇》 那个我还记得 看刚刚那一段 在电影音乐中很厉害 就是开场就这一段 也没有什么声音短短的 好 看完就很短 就开始落泪错泣 它的听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的东西 但是它的结构呢 或者是一些层次上的东西 有没有注意 你会发现它有个旋律 一直出现 那么长一直出现 可是每一次都不大一样 对不对 它很多东西是乐器的变换 或者是编曲的变换 会随着那一段的戏 有的比较是淡淡的幸福 有的是很洋溢的幸福 有的是甚至有一点惆怅的感觉 落寞的感觉 都用同样的旋律 但是用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和弦 不同的乐器 产生不同的效果 甚至还有去强化一些段落 因为刚刚那是一个 一对夫妻 从年轻到老的一段的故事 音乐的转换也让你意识到一些 段落跟时间的转换 还有一些音乐的扬起或转掉 刚好是一个新的画面 甚至有些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互看或转头或是气球 都有一些音乐去对到一些画面上的动作 那这就是我要讲的配乐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个就是 配乐有一个物理面的功能 它是跟情绪没关 它是可以去暗示或强化时空跟地域 有点像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你听到佛朗明哥的音乐 什么电影会有佛朗明哥的音乐 场景可能在西班牙或者是 高雄的某一个佛朗明哥舞蹈教室 就是他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民族性太强 他的文化象征性太强 他可能会有让你想到一些这个东西 那或者是一些年代 听到一些巴洛克的音乐 或者是你听到一些 张于生的音乐 可能会想到90年代 20年后听到周杰伦的音乐 可能会想到现在这个时候 或者早一点等等 那这些都是说音乐 不管是曲风还是什么类型 会让我们连结一些时空跟地域 那这边我要放一些这个 范例给大家听听看 好 目前是想到什么 西部还有什么 那个 就是一个佛朗明哥的吉他 他有个拍手声有听到吗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有听到吗 那个 吹 吹管乐器的声音跟气声 吹管乐器的声音跟气声 歌手痴 有没有一种对决的感觉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個約會或者是求婚的畫面放這個音樂 會給大家什麼想像 女的待會要殺了男的還是什麼 好 回到這個就是說這個 剛剛你們聽到那個管樂曲是一個印第安人的樂器 這個是蒙面俠蘇洛的配樂 有看過蒙面俠蘇洛嗎 這是第一集的 他在講這個加州南部的一個 那個地方是有一些墨西哥人跟白人跟印第安人的一個重疊的區域的故事 所以他的音樂也做了很多考究去反映的這三個東西 而不是只是一個拉丁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有這個樂器的文化代表的東西 這個咧 蘇格蘭 大家都講蘇格蘭 沒錯嘛 就是有一種那種大英帝國 那種 Irish Whistle 就是某一種愛爾蘭蘇格蘭 就是北歐的那種感覺 而且是一個行進曲 就像那種帽子高高的那種視頻 對不對 這樣 中東 還有咧 非洲 中東非洲 我們再往下聽 森林 印度 想到蛇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其實他的音樂沒那麼 就是他的音符並不是印度音 中東非洲 印度森林 還有咧 有沒有一種市集在叫賣的感覺 就是那個敲那個鈴鼓的感覺 這個是神鬼戰士的配樂 神鬼戰士有一段他主角被賣到摩洛哥的一個市政去做奴隸 摩洛哥的大地 摩洛哥是一個文化雜儲之地 它有很多歐洲的也有很多中亞西亞也有北非 有很多元素在裡面也有很多印度的文化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音樂類型 所以你光聽前面的鼓好像不會想到印度或者是西域 可是那個笛一出來就很西域的感覺 對不對 好 那 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音樂 它本身其實我們或多或少在成長 或者是看電影看戲劇有類似的這樣子 所以或者你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音樂在講的是某一個文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馬上產生一些連結 那 不管是電影或劇場 這樣的方式都是幫助大家進入一個 一個時空非常快的方法 好 那 電影至少還有很寫實的畫面 可是劇場還是在一個黑盒子裡面 可能更需要這種東西來加強觀眾的想像力 好 但是你要讓大家到非洲 你在劇場中可以看到一個沙漠的投影 你可以看到全黑的演員在演他的非洲沙漠上 或者是你聽到一些環境音 也可以聽到這種音樂 就有很多種方法 那你會發現 不管是電影還是劇場 配樂是幫助導演說故事的工具之一 鏡頭、剪接、演員、燈光、服裝、背景 都是說故事的工具 那音樂是其中一種 這樣子 所以它第一個強化這個時空跟地獄 那它還有一個功能是 就是功能是這個 強化一些視覺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那個天外吉吉 它那個熱氣球飛起來 然後被它壓下來 你想像可能看過這個米老鼠的卡通 就是那個音樂都很忙 米老鼠在跑音樂就在跑 然後跌倒音樂聽起來就像跌倒 就是你聽音樂就可以聽得出 好像有人在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動作是很忙碌的 因為那個很多卡通或墨具 會用音樂去對那個畫面對得很準 上面人在幹嘛、音樂在幹嘛 很多點都會對得很準 喜劇、卡通、什麼叫旅屬王 這些東西都很多 所以你們可以注意一下動畫片 是很多這種手法 去用音樂去對那個動作 那它是讓你加強那個視覺的東西 張力 除了喜劇或動畫以外 動作片也有很多這個東西 你們去看什麼福爾摩斯 這些動作片 它很多時候那個剪接 或者是跑步、回頭、什麼關門、拔槍 都對到那個鼓點 所以它整個聽覺跟視覺的經驗是很緊湊的 好像在做雲霄飛車一樣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讓你專注在那個上面 你不覺得你在看電 你在那個故事裡面 所以動作片跟卡通片 特別多這個視覺的 強化視覺動作的一個手法 那第一點這個是物理面 它是跟情緒沒有關係的 第二點就是比較跟情感有關係的 它可能建立一個故事的氛圍 比如說剛剛那個是一個很幸福洋溢的故事 那一部片它整體可能會有一個質地在 它可能有個基調在 它是講家庭的很幸福的家庭 還是說怎麼樣有很多可能 那整個音樂的聽覺會影響它的一個氛圍 那還有它會渲染角色的情緒跟戲劇張力 這個東西就像我們剛才講 Tango它可能有第一種的功能是拉丁的 Tango也有暗示情緒的功能 就是第二種的 所以每個音樂它都有一些這個效果 所以在場如果大家對於配樂有興趣 我會鼓勵大家今天開始去注意 生活中流行歌以外的音樂 甚至說一個賣場裡面在放什麼音樂 它都會影響一些狀態 我在台北東區有一家賣涼麵的地 它賣涼麵跟魷魚羹 那裡面都在放爵士樂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好難想像 可是其實還蠻特別的 你在吃涼麵的時候背後是路易斯哈姆斯狀 或是一些那個音樂還蠻特別的 那這個就是它會產生一些情境的狀態 那但是你會覺得爵士樂好像是在什麼Bar 或是夜晚或是什麼 那那家兩面店它的裝置就是一般兩面店 所以搓上就有那種筷子那種夾筷子 所以就很特別的一個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水餃店 在餃子樂裡面都在放愛爾蘭音樂 那我就覺得很特別說是不是老闆什麼 太太是愛爾蘭的還是什麼 我就問他 他覺得很好聽就一直放 所以我就誤會了這樣 但我要講的是 大家可以去多注意生活中這些音樂 以及它給你想到什麼連結什麼情緒 其實你會發現 音樂的能力還蠻有趣的 它可以帶給大家很多不同的感受 那除了心裡面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故事的氛圍跟渲染角色的情緒跟張力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他會欺騙或暗示觀眾 像我剛才講的暗示 就是說如果他們在求婚 然後聽剛剛那個黃明霞疏弱的音樂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或你會先笑 然後想說為什麼要放這個音樂 為什麼 可能待會他們就是求婚完之後就要把槍了 他們互相要 史密斯夫婦互相殺了對方 或是你會有一些 畫面上你沒看到的事情 可是音樂在告訴你 你自己會產生一些聯想 或是這是一個很慘的畫面 可是放一個很幸福的音樂 就會有一些這種反差的對比 會讓我們去思考 這也是配樂很常出現的 而且他的張力會最大會最有趣 那甚至他也可以欺騙觀眾 比如說所有恐怖片都在欺騙觀眾 恐怖片就是音樂關掉就一點都不恐怖了 所以大家不敢恐怖片就是電視音樂關掉 就覺得根本就不恐怖 只是一個鏡子 只是門打開 根本就沒有事情 但是聲音就讓你覺得 鏡子後面那個門打開 就有人會衝出來 他通常都是用聲音這樣 騙你騙你兩次 然後第三次真的有 前面兩次都假的 就是你沒有聲音看 就完全不會被嚇到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去操弄 或者是影響觀眾的情緒 不管是正向的 或者是反向的去欺騙 或者去暗示 這是配合了一個心理的功能 那因為很多音樂有和弦有音沉 那這些不同的音符會產生不同的情緒 有的比較空靈 有的比較魔幻 有的比較煽情 有的比較悲慘 有的比較悲慘 比較淒美 這是跟音符有關的 我們今天不會多說 但是就是說 我們可以注意到 樂器跟曲風 跟這些樂劇的內容 它可能會有這種 霧裡面跟心裡面不同程度的效果 在影響我們的看戲劇的經驗 不管是電視電影還是劇場 那還有一個技術面 這個特別是在電影中 就是鏡頭的銜接跟轉換 比如說剛剛 剛剛 《天丸奇奇》那一段 我們剛剛說它是一個很長的時序 從他們剛認識 到這個成家 然後存錢 然後最後太太過世了 這一段時間 還有很多個 很多個單位 我們怎麼樣用音樂去凸顯這個事情 讓觀眾感受到 現在這個鏡頭是 可能過了五年後 他們存了一些錢的 家裡有新的氣象 現在這個是什麼什麼 我們怎麼樣音樂的段落 也可以對到這個 去凸顯這個事情 告訴大家說 這些東西是一起的 這些東西是下一個 在電影 因為電影就是一個 很多鏡頭的排列組合 剪接出來的東西 音樂也可以幫助你說 意識到現在這個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結束 要往下一段去 這也是一個 配樂的一個功能 那還有就是一個主題性 因為一部電影或一個舞台劇 可能都有二三十段音樂 它比較無法像是 它如果是像廣告一樣 就找二三十段 不一樣的廣告配樂來 它或許單獨還是可以 有一些渲染情緒的功能 可是整體就會比較雜亂 你看像剛剛這個 天外奇奇它一個旋律 就可以變奏 這麼多效果出現 所以電影配樂 它都會有一些主題 那這個 譬如說 魔戒每次 哈比人出現就會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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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然後就知道哈比人 很善良 沒有回家 每次打散就會 登登登登登登登 就很激昂這樣 那音樂會強化我們 對於這個戲劇中的 一些事情的連結 那這也是 這也是配樂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講到主題性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作曲的專長名詞 叫做主題動機 我們盡量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說 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 還是劇場 就是一個戲劇中 會有一些不同的戲劇主題 可能是角色 可能是他們的感情 可能是一個場景 還是一個思想 那作曲家針對這些重要的主題 賦予一個音樂上的主題 那個主題可能是一個旋律 可能是一個音段 一個音程 一個和聲 或是一個節奏 一個樂器 任何音樂上的元素 去對應它 所以當每次那個情節在發展的時候 音樂的主題跟著這個情節在變化 像剛剛聽完幾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 講 講直接一點就是說 男臉主角有個愛情的主題 然後他們會有幸福版 有悲傷版 有很多很多版本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那 甚至比如說 某些時候那個主題是 因為你已經 想到那個主題就會想到 比如說剛剛如果這個戲 如果說是史密斯夫婦好了 然後他們每次要對決 就會放乾那個Frum的音樂 所以他們可能前面你有這個被建立的 然後某一場他們好像又很浪漫很浪漫的時候 在七餐廳吃飯 突然進著前面那個登登登 大家就會知道 他們又來幹架了這樣子 就你會被建立一個連結 你會知道它幫助你去 在戲劇中去導航去 去理解 去梳理這個戲劇中的線 讓你去更專注在戲劇上的發展 這是電影配樂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主題動機 那我可以先簡單講一下 電影的配樂跟劇場配樂的一些差異 那第一個是戲劇表演張力的不同 我想大家應該蠻多人都看過這個舞台劇的表演 因為舞台劇是一個真人的戲劇演出 那個能量 它不是那麼近的在看一個有特寫的畫面 所以它的能量必須很飽滿 讓你最會拍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很多時候舞台劇的演法如果用電影拍 就會很用力 就是很滿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舞台劇很多時候配樂 如果要渲染情緒 你要留空間給演員本身 不能夠太過頭 因為不要搶了演員的戲 因為我們在舞台劇現場是看演員的表演 那更需要小心的去留空間 留情緒的空間給演員 所以一般來說 舞台劇的配樂 比較不會那麼滿 比較多鋪陳 不會太多主導性太強的 一般來說 那我現在講的是劇場配樂 跟音樂劇不一樣 音樂劇我們待會兒會講 那第二個是聲音媒介的控制跟平衡 這個聽得很學術 簡單來說就是 在電影之中呢 我們有個混音的工作 可以去調整 當同時有對白 同時又有爆破聲 同時又有很激烈的音樂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把它瞇成 把它混音混成都聽得到 都有效果 不會干擾 但在劇場中就很難了 劇場中尤其是口條這個事情 那比較難說 同時又有很滿的音樂 又有很重要的對白 所以劇場中的音樂 因為它通常在講話的時候 就無法太大聲 它比較是講完話轉場的時候 會揚起來 那在講話中 就比較多是鋪陳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音樂跟聲音的平衡也是兩個很大的差異 那這個東西就會影響你創作上的考量 因為 等於說 劇場配樂的動態可能就無法這麼大 不能夠這麼戲劇化 因為它是 它比較是鋪一個底在背後 它幫助觀眾幫助演員 在一個狀態下看下來表演 而不是幫表演去說很多 表演還沒說的事情 好 那 這個也跟下一個有關 第三個是 影像是一個精準所使的 是簡介好的 幾分幾秒 甚至幾微秒都已經定好了 可是劇場每天晚上都不一樣 對 如果有一場戲是 男女主角碰面的時候 講到哪一台詞 音樂要進 然後最後他們 男主角走掉的時候 音樂要結束 這每場的長度都不一樣 不可能 不可能用同一段音樂說 我這個小潔就是要對到他離開轉身 然後小力情要進來 不可能對到 唯一對到的方法就是 演員要聽你的音樂 可是這樣很荒謬對不對 你在演戲的時候 我要等到那個音樂進來 我才可以轉身離開這樣 所以劇場的東西 可能要更彈性 劇場的音樂要更彈性 更有空間 它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它可能是做一個 比較循環性的 或者是說 在重要場合的時候 非另外一段音樂去推東西 它比較難說 做得準準的 像電影一樣都對準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再來是劇場有很多跟電影 不一樣的技術功能需求 比如說劇場有幻景 演完這幕 然後黑暗中幻景 就聽到 台上一直跑來跑去 在搬東西 有些時候 這時候就需要音樂 讓大家聽不到台上很吵 讓你沉浸在剛剛賽場的情緒內 然後等它換好了 再亮起來 進入下一段戲 所以它有一些這種 幻景的技術需求 這也是劇場配樂 比較特別的地方 再來是我剛才稍微提到 就是黑盒子的這個 聽覺的想像空間 因為劇場無法像電影一樣 有這麼寫實的 畫面跟景片 有些時候音樂它 是要給它想像 你在一個全黑的狀況下 看到部分象徵性的景片 音樂也是一個象徵性的 比如說像我剛才講說 如果舞台上有一個沙漠的投影 然後你可能只要有一個鼓聲 還是只要有一些動物的音效 你就可以想像這可能是什麼地方了 或甚至說 它可能把音效跟音樂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聲音的東西 它就不需要做太直接太寫實 因為劇場是需要你想像的 劇場本身就是一個很魔幻的媒介 需要我們去想像 那像劇場的音樂 在國外 我們都叫音樂設計跟音效設計 國外都叫Sound Design 那它的這個Design 是包含音樂跟音效 因為很多時候劇場中的 音樂跟音效是 一起的是同一個Cue 比如說我就做過一個劇場 它的開頭就是 我用吉他去刮那個弦的聲音 刮弦的聲音跟這個 煞車的聲音跟玻璃碎的聲音 全部弄成去模擬一個車禍的感覺 車禍完了之後 就有一個鋼琴聲 然後慢慢加入心跳聲 然後最後進入音樂的那個 醫院的那個器材 生命維持器的那個B的聲音 然後最後收到那個聲音 然後開始是一個醫院的場景 那剛剛那些東西 那些聲音那些音樂 就會讓你有一個想像 黑暗中你聽到那些東西 你會想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車禍 然後車禍 那音樂讓你有 不用音樂來做一個車禍以外 就是失憶或者是 一個失控在往回轉等等 就用音樂來做一些其他的象徵 那音效是象徵車禍 然後現在在醫院 剛剛經過急救等等 那這些東西全部密在一起 就是成為一個聲音檔案 那在黑暗中聽到 你就會產生很多想像力 這個也是劇場它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有些劇場就是 它是要設計 它可能不只是作曲 它是要去design一個聲音的東西 去讓觀眾去產生一個想像力 這個是劇場跟電影拍攝的一些基本的差異 我們現在剩下一點時間來講一下這個 關於音樂劇的東西 問一下大家知道什麼音樂劇 或看過什麼音樂劇 為什麼要笑 還有嗎 還有嗎 變身怪一 變身怪一 還有 為什麼有聲風 好 那 音樂劇它很特別的是 它 它是一個結合了音樂跟歌曲 跟口語對話 跟肢體跟舞蹈的一個表演形式 它最簡單的邏輯是什麼 最簡單的邏輯就是說 今天你心情很好的時候 你會跟他說 我今天心情很好 那你今天心情好到 講話到不夠的時候 你會開始吹口哨 你會開始唱歌說 你還哼一些你喜歡的歌 發出一些聲音來 表示你心情很好 那當發出聲音也不夠的時候 你會開始手足舞蹈 你會搖擺 你會很開心 打拍子你會說 我今天心情好 然後就開始這樣 就是說我們用聲音跟肢體 當你的情緒已經滿到 講話無法表達的時候 無法幫助你 描述你有那麼開心的時候 你就開始唱歌 唱歌也不夠的時候 你就開始跳舞 當你跳舞也不夠的時候 後面有一堆人出來幫你跳舞 這就是音樂劇的一個 基本的邏輯 然後他們開始合音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東西 也都跟情緒有關係 所以當你的角色的戲 或者是情緒 沒有辦法感動到你的時候 突然一堆人跑出來跳舞 你就會覺得說 你在幹嘛 但如果它是很濃烈 然後你就會 哇 一瞬間出來 你就會被感動到 這跟電影片一樣 就是說 這些東西也沒有在跟著戲劇走 所以我們跳回來一點 所以音樂劇是一個 結合了音樂、歌曲、口語對白 跟肢體舞蹈的一個劇場表演形式 那戲劇中的一些情感、幽默、愛或憤怒 故事的思想、文化 都透過這些東西 在整合了舞台燈光服裝 以一個整體的方式傳達給觀眾 變成說它 簡單講它是一個唱歌跳舞的世界 在這個音樂劇的世界裡面 他們就是用唱歌 來表達他們的情緒 這是一個音樂劇的基本概念 音樂劇它是一個很現場的演出 那很多音樂劇不見得會被這個 紀錄下來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三段可以 表示一些我今天跟大家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音樂劇的質地跟感覺 那音樂劇是來自於一個脫口秀、喜劇演出 然後綜藝歌舞秀 這些東西都是音樂劇的來由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娛樂性很強的東西 即使它在講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它也應該是一個 它是一個秀 我們叫Broadway秀 因為它是來自於娛樂的產業 那音樂劇要講它 之前要先講的東西叫做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那這個字有點小 但我會講中文跟大家說 Suspension是一個懸掛的意思 那Disbelief是不相信 那 這是一個文學家提出來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一些創作者可以用一些童話 或是很魔幻的方式 一些預言來包裝一些關於人或角色的故事 或是寫實的情節 當我們用那些東西 用那些不寫實的東西包住這個劇情的時候 就可以讓觀眾暫時 就是 Suspense他們的disbelief 就是他們會忘記考究或者是評論 眼前看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的 好 想像一下這個恐怖片的音樂 它讓你在一個狀態下 你忘記這一切根本就是要嚇你 這是假的 但你就會準備要被嚇 或者說 或者說這個 電影配合也是 唱歌也是 它都是讓你進入一個狀態 然後不會去懷疑他們幹嘛要唱歌 他們可能會唱歌 這邊根本就不對 它不會讓你出戲 其實跟我們剛才講電影配合有一點像 就是說 這東西會讓觀眾去暫時不去 不去評斷或者是去懷疑這個事情 你會相信它 因為你進入一個狀態 想像一下你們剛才看到三段影片的時候的狀態 其實這三段都很荒謬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有這種這個事情 但是因為你會 因為他們的音樂 他們的表演 或者他們的笑話 會讓你進入一個狀態下 對不對 所以你會想 他們GTA玩這個遊戲可以唱歌 然後很好笑 這樣 你就一路被 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被他帶領著往下看 好 那這是一個音樂劇很重要的概念 那 所以音樂劇很重要就是說 音樂劇的表導演或創作 就是要 讓觀眾產生這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讓你進入一個 這個狀態去看 音樂劇的魔幻世界 好 那要怎麼樣建立這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那 第一個就是 音樂劇的音樂跟歌曲的鋪陳 是要符合情節發展 這有點像電影配合一樣 就是這個戲 這個故事 它需要這個音樂 什麼地方需要音樂 而不是說 這邊演一演 男女主角要唱一首歌 然後他們講話講一講 音樂就緊緊就開始唱歌 唱完之後又繼續講話 那但是你們剛剛 這時候你會意識到 剛剛在講話現在在唱歌 可是剛剛我們看的東西 其實都是有講話也有唱歌 但你不會特別意識到 他們的分界 它整個是一個狀態 所以很多音樂劇的歌曲的曲風 譬如說歌劇面 你就比較悲壯 比較史詩 比較古典 那幾乎就是Rand 就是比較搖滾 這些音樂的曲風 都跟故事的概念 是有關係的 一樣是從戲劇發展出來 那再來是 這些歌曲的 歌曲跟歌詞 是要符合角色的內心跟個性 或者是文本的概念 比如說如果這個角色是一個巫婆 那她唱歌就不會像莎拉布萊曼 對不對 那如果她是一個小矮人 或酒保老闆 她就不會像白馬王子一樣 可是在歌劇裡面 所有人都是白馬王子跟莎拉布萊曼 這就是歌劇跟音樂劇最大的差別 就是歌劇還是一個Vocal的表演 戲劇在暗示一些事情 可是還是唱得很好聽 可是音樂劇重點是戲劇 所以這個角色 這個戲劇 它都會讓你開始想像說 這個角色她的聲音應該是什麼樣子 有看過《瘋狂理髮師》嗎 或者是《悲乃世界》電影版 你看裡面那些酒保的角色 他們唱歌的聲音是什麼 他們就不見得是一個男高音 甚至他們唱的歌詞 如果有一個中文音樂劇的角色 就是一個乞丐 我亂講 然後她唱的歌詞都是靈細細的歌詞 都是方文山那種很精緻很美 你就會覺得進不去 那為什麼進不去呢 因為就是我下一個講 就是在音樂劇中 歌詞是對白的延伸 它不是在唱歌 它唱歌的時候就是在演戲 就是在講話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看的東西 其實歌詞都很口語 很像在講話很清楚 它不是那種精緻 它還是有對戰或是有一些押韻 可是它不是那種很刻意很工整的歌詞 它就是講話 它就是要告訴你很多事情在說故事 那歌詞是對白的延伸 歌舞是表演的延伸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心情很好的時候 情緒太滿了 開始用唱歌的 用跳舞的 用肢體的 它是這樣的方式在想這個事情 所以音樂劇的歌詞跟音樂的內容 一切都是要從戲劇跟角色出發 去支持那個戲劇 而且因為要這樣 你才會進入這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懂嗎 就是說你如果再看一個酒保老闆 然後他就是輕量難高映 然後他搞得像在 他的唱歌的姿勢 像在他個人演唱會一樣 你可能就馬上從他那個角色中跳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有人看過雪狼湖的話 雪狼湖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戲劇元素的張學友演唱會 因為他唱歌就是我就是張學友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不是一個角色 他就是張學友 只是他的歌好像有故事 我們有一些服裝景片來做出 就像我剛才講陳昱迅的例子一樣 他那個時候音樂還是主角 還是一個演唱會 可是所有我們剛才講到的音樂劇 他都是戲劇才是主角 一切是要去serve那個戲劇 那他的歌詞是很白話 可是言簡意孩 他不會有太多罪字 而且他的歌詞是充滿想像力的 你想想看我們剛才看的那些影片 每一句歌詞都是一個梗 或是一個笑話 或者是去鋪陳堆疊 幾句之後會有個梗 那整體之後 因為你看了三句 然後第四句出來 你就會笑 他都是很精準的去設計過的 而不是像一般流行歌的歌詞一樣 然後他可能會有很多笑話 壓韻或者是一些肢體的對點 像喜劇 像我剛才電影片的那個動作一樣 去建立一些狀態 很不寫實的狀態 那還有他的編曲是很豐富的 他的編曲層次是 就像配樂一樣 音樂劇的編曲 所謂編曲就是背後的樂器的伴奏 他不像流行歌 就是和弦啊 然後什麼尖奏 音樂劇的編曲 就像是 我們剛才看天外奇奇的一樣 他的配樂 就像配樂一樣 在幫助渲染每一句歌詞 跟每一個舞台上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們有任何音樂劇的原聲帶 你們聽一聽那些原聲帶裡面 唱歌以外的樂器的感覺 跟我們聽到的流行歌的感覺 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音樂劇的編曲是配樂的功能 它在幫助渲染這個事情 而且音樂劇它的舞台上的畫面調度 是很流暢的 像電影一樣 我們剛剛看東尼講 他隨時都有景片在變換 都有人出來 當然那個導播也很厲害 他算得很準 可是其實他 舞台上有很多事情在發生 他不會演一演按掉 亮起來演一演按掉 他就是很流暢的 一直有事情在發生 就像在坐雲霄飛車一樣 那 如果你們有看過現場的音樂劇 就會發現 音樂劇的整個戲的結構 是以歌為單位的 開場一首歌 然後講話講一講 馬上就下一首進來了 然後下一首 就是好像一站一站一站 一首歌就是一站 那每一首歌的前面可能有講話 或者歌與歌中間也有講話 甚至它是先從半年半唱開始發展 然後去推遲 它就是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一站一站的一個經驗 讓你馬上一直把你往前推 推到這個世界裡面 然後最後它本來是一個娛樂的本質 它是一個Broadway秀 所以它很多東西是 視聽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那 How to create a suspension of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有下面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出戲 你就會有 suspension of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譬如說 你的歌曲都會跟戲劇角色分離 我剛才講的 就是乞丐來唱南高音 然後是方文山的歌詞 我亂講 未唱而唱的音樂點 就是有點像我剛才講 電影片的例子一樣 兩個人在講話 他們的台詞跟表演 沒有讓你覺得到 他們的情緒有滿出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進了一個音樂 然後突然女主角就走到一個角落 然後開始唱一首歌 像KTV一樣 唱完之後回來繼續演戲 那你就會覺得 現在在唱歌 這首歌好好聽 可是很多音樂劇 你看國外音樂劇的時候 你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它就是一鼓動氣把你 你就被推到那個世界裡面 它唱歌講話 你不會被影響 不會被干擾 還有過度流行的編曲 以及演唱會的架式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 你都把音樂跟你的表演 你的唱歌擺在劇本 戲劇角色前面 所以其實音樂劇很難 但也不難 最簡單就是說 你要意識到 故事跟戲劇本身是主角 你的音樂要去支撐它 它才會變得很有趣 才不會變得 只是像是一個演唱會一樣 任何不符合戲劇本身張力的劇場因素 我剛才講 比如說它也是唱一唱 它就是情緒還沒到那麼滿 可是後面就一群人出來跳 現代舞 然後很悠揚的 然後大陣仗 可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要出來這個東西 但是它出來點對的話 你就會被感動到 因為它是一個象徵內心的 的一個澎湃 那如果它產生一些技術問題 譬如說麥克風噴麥 或是它走音了 你可能會突然被干擾 對不對 字幕記也是另外一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因為發現就是 國外都不會有字幕的事情 國外電視店也不會有字幕 國外劇場更不會有字幕 可是台灣的所有中文音樂劇 都要上字幕 然後不上就會聽不懂 那不上聽不懂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寫歌人 沒有去注意好這個聲韻 第二個是演員的口條不夠好 第三個是觀眾被寵壞了 太依賴了 可是你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看一個音樂劇 要一直往左往右看字幕 其實是很干擾的事情 那 這個東西其實在國外 真的是沒有這樣過的 國外的所有劇場 都不會有字幕在裡面 除非它是在紐約演一個 中文的戲 否則它其實是不會有字幕的 那原因是因為 這個東西就會讓你離開 就會讓你suspense 你的suspension of disability 你就已經出來 你就會意識到我們在看戲 我今天一直講 電影配樂或音樂劇 都有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看任何戲劇 都曾經一定有 各位看的所有這些作品 一定都有曾經 非常入戲的狀態 你忘了你在看表演 你非常專注在那個情節裡面 好的電影或好的劇場作品 就會讓你進入那個狀態很久 很多時候就會有一些 這些小問題會讓你 梳理一下 讓你跳出來一下 這是我們很多音樂劇的創作 都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概念 suspension of disability 那 因為音樂劇的資源 其實在國內比較少見 而且很多戲 其實剛剛大家提到戲 都是比較有行銷資源 國際行銷資源的戲 其實 本來會每年都有 一、二十出全新的戲在演出 比如說 今年有個新的戲叫 叫這個 是在講洛基的音樂劇 好洛基的 然後它舞台上還有個擂台 它的舞台是四面的 就是觀眾是做四面的 然後在中間 是洛基的是搖滾的音樂劇 好這個戲因為 是今年剛上 然後之前有蜘蛛人的音樂劇 然後有很多題材 很多電影都陸續被變成音樂劇 然後有很多經典也都非常有趣 一直有Revival在重演 但是他們可能不像歌劇美或貓友 這個國際的資源 像星巴克一樣全球都在演 全球看到歌劇美都長一模一樣 都是這個時候它就會進這個音樂 這個時候舞台會升級 什麼什麼 它已經有個標準化 在行銷全世界的製作 可是百老會有很多東西很有趣的 但是在台灣要得到這些資源 可能就必須要用英文去找一些資料 影音資料比較有機會 但我相信原生蛋應該是都買得到 那YouTube也看得到很多片段 所以我鼓勵就是如果在場有很多 喜歡音樂劇的朋友 就是不要限於去理解我們生活中 看到有限的有國際資源的音樂劇 因為其實 Brawway有非常非常多很優秀的音樂劇 然後它都是這個產業發展一百多年的 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那這個東西比較深 比較難像今天講說講太多 但我大概起個頭這樣子 來鼓勵大家去了解音樂劇 那我們今天講說帶到這邊 剩下的時間就是一些Q&A 王老師您好 首先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荒滾吧?阿信》 然後當然我有收藏很多電影跟音樂的作品 然後像我就有發覺到一件事 包含我在內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 像李安導演跟魏德森導演的作品 那我猜想為什麼他們的產品 他們的作品很popular 然後甚至連評審都很喜歡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的作品有個特色 就是說他們其實有點是 走向那種中西合併的 像魏德森的話 他的作品其實很多音樂 都是那種日本 都有那種日本原住民的曲風 然後李安導演各式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這兩個導演 他們在用配樂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用不同的人 嘗試用不同的人 像舉例講的 像魏德森 他其實賽德克巴爾 他是原住民的音樂 可是他找新加坡的和國籍來配樂 當然也有人在批評他 當然像卡諾 或者說是 和那個海角翹就不一樣了 然後李安導演 他就更覺得是怎樣 他像社界的作品 他找誰 跟其他的一個配樂家來配樂 就還得金馬獎 然後他去年的少年派 奇幻巴漂流 裡面很多印度的音樂 可是找加拿大的 麥可德納來配樂 結果 黃 非常大受歡迎 可是像美國的 大家都知道 一個導演 叫Steven Spieper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剛好 討奇道 而且就是說 他除了像紫色姐 麵花之外 其他的作品 幾乎都是找 江玉琳斯來配樂 然後會變成說是怎樣 江玉琳斯的作品 基本上 每年評價都還不錯 包含今年的托書節 去年的林肯 可是那平常 或是一般的觀眾 就覺得說 已經有點 都好像都覺得很平常了 反而是大家會比較喜歡 像什麼 印度的配樂 印度的音樂 或是像大藝術家 那種華國的音樂 要不然就是說 像剛才那個 麥克風的天外奇蹟 還有像 那個 像社群網上 Social Network 那種電子合成音樂 而不是那種交響樂嗎 然後 這是我提出來要分享的 或是他跟你討論的 李安導演很多配樂都是國外大師 也都是一直在跟不同的人合作 那 剛剛提到這個 社群的Alexander Desplay 他的音樂也有在今年的這個 魔幻交響音樂會裡面 然後 天外奇蹟的 Michael Giorcino也有在裡面 那 John Williams一直在跟那個 Steven Spielberg合作 那 某些導演跟配樂家 有信賴感之後就會一直合作 但也有些導演會一直用不同的人 因為質地跟電影都不大一樣 這樣子 那 John Williams他 他入圍過四十幾次奧斯卡 得過好像五次還是六次 就是說一年還會入圍兩次 他是很厲害的一個巨人這樣 但他的 好萊塢近年的確有個趨勢就是說 除了好萊塢聲響以外 很特別的音樂也會被評審看中 比如說剛才講的社群網站 都是很簡單的合成器 比如說這個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都是一些古典吉他 然後今年的雲端情人 是一些比較北歐 比較極簡的 比較冰冷 可是低調的一個 電子合成跟鋼琴組成的一個聲響 但好萊塢越來越多人開始看到說 電影不是只要磅礡的管弦員或是什麼 因為電影的質地也在改變 現在的創作更多元 各式各樣的導演 各式各樣的故事 各式各樣的電影都可能出現 那不見得每個電影都適合這麼巨大的音樂 所以有時候每年都會有一部兩部電影的音樂 路維奧斯卡的音樂是很特別的 這的確是近年的一個趨勢這樣子 王老師您好 就是我在網路上讀過您的故事 就是您以前在大學之前 其實就是沒有很正式的 就是在音樂院裡面學習 那到了碩士的時候 就是才到國外去念電影配樂 然後我覺得非常佩服您 就是在這方面就是那麼有成就 然後那麼有毅力 那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對於一個本來沒有音樂背景的人來說 就是音樂方面的學歷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那如果有念音樂跟沒有去念音樂 它的利弊是什麼 或者您覺得原本沒有音樂背景的人 他如果想要對這方面有興趣 想要從事這方面 您覺得最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什麼 謝謝 我又可以趁機宣傳一下 就是那個聽聞波登的音樂會的 配樂家叫Danny Elfman Danny Elfman也沒有學過任何古典音樂 他是重金屬樂團的吉他手 他三十幾歲之後開始寫交響樂 做一堆很黑暗很魔幻的配樂 然後一開始好萊塢都覺得他是怪人 然後後來他就變成大師了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 像我念的電影配樂器他也說 大學最好是念音樂的 但不一定要 但是還要考試 考樂理考聽寫音樂史 所以你考過就沒事這樣子 那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我想要講就是說 每個人可能都有一些質地或者是音感 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後天的 那我覺得你對於音樂的敏銳 或者說你對於配樂其實不只是寫音樂 還跟情感觀察有關係 跟一些感受力跟溝通有關係 那這是跟你存當一個寫歌的 或者是唱歌的 或者是古典作曲家不一樣的地方 他的這些質地 可能要看每個人的特質適不適合 那我雖然是彈吉他的 可是我以前就是有學爵士吉他 所以樂理還算OK 那後來對我來說 所以說等於是好像我知道我想要做這個事情 那我要補齊很多專業的理論跟配器的知識 還有音樂製作的知識 那對我來說比較不像是音樂班要學要考試 而是說因為我要到那個方向去 那我需要補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工具跟武器 就好像念書一樣 那我也很想要讓自己變強 所以我很認真的去補這些東西 而不是在一個古典音樂教育下 要去什麼考核生學要去什麼什麼 而是我自發的想要去理解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不大一樣 所以我也覺得說要是我小時候是音樂班 搞不好也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反正是我是做別的事情的 然後聽Rock或什麼彈吉他 然後會覺得這東西好厲害 好深然後好特別好不一樣 然後我想把它理解 那所以我覺得 有沒有音樂教育真的不是重點 但是當然你天生喜不喜歡音樂 然後你有沒有那個敏銳度 然後你要變成什麼樣的音樂工作者 因此你要去補強什麼東西 就如果你想要做流行音樂製作人 那可能就跟我講的不一樣 如果你想要寫古典音樂發表 教學音樂也不大一樣 那你想要專門做劇場音樂或電影音樂 其實也不大一樣 專門做廣告音樂也不大一樣 等於說先天對音樂的興趣跟敏銳度 你自己是不是一個質地 然後你要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去加強那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比學歷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各行各業 畢業之後工作做的也跟大學學的沒有關係 或者都是重新學都是實務經驗 那有沒有在工作中一直去成長是比較重要 像我現在覺得每個工作 可能需要寫到不同的音樂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因為其實音樂世界還真的蠻廣大的 那我覺得 是不是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比較重要 因為如果是的話 你就會一直去吸收跟成長 對 黃老師你好 然後我想請問你就是說 例如說像好萊塢 他們例如說漢士忌摩 他旗下圖子圖孫 他為這個產業建立的一個 例如說做配樂的一個 例如說SOP好了 他底下的人都可以依照他過去的這些資源 去創作然後很比較容易的去做出一部電配樂 然後我想請教你說 在好萊塢他們的這樣製作環境下 跟在台灣製作電配樂製作環境的那個過程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剛剛講到一個叫漢士忌摩 叫Han Zimmer 他是90年代開始 他本來是做賽車音樂的德國人 他大學是念大氣工程 他是做那種歐洲一級方程式賽車的那種電子音樂 然後後來他跟新電腸樂園的作曲家 這個 這個Anniel Morrigan 學作曲 然後開始把環璇音樂融合電子音樂 做成了一個 像我剛放那個 東森 不是不是東森 決定任務的那個動作片音樂 他建立了這個風格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一直在突破 身軌其行 然後全面啟動 黑暗其事 他做了很多 複合模式 很多類型的音樂 那 他很特別是他有一個工作室叫做Remote Control 他下面有一、二十個夥伴 有些人專門寫管弦樂 專門彈吉他 專門打鼓 專門混音 專門做設計 然後 通常他的電影配樂都是 片頭是 Music Hand Zimmer 然後片尾會有 他實際上還有其他人也 誰幫了他 就是還有幾個 譬如說 他的公司還有誰也參與這個案子 會在片尾頭出現 他會寫 Additional Music 或Additional Composer 那 像John Powell 也是從他下面出來的 那 他的 他的這個東西 我看過一個文章討論說 Han Zimmer是一個 大家在討論說 Han Zimmer 到底是不是自己寫這些音樂 因為他下面太多很厲害的人 那有些人說他只是去談生意 然後很會 經營公司 有很多人在講這個事情 那 也有人說 他是一個很會 很厲害的 Music Producer 音樂製作人 比如說 我就看到一個報導說 他在做某個配樂的時候 他會先 譬如他全面啟動 就有一段音樂是 拍到還沒拍之後 他是先做的 他跟導演聊了劇本之後 就先用他的資源 找一些音樂的人來 他想好一些概念 找一些人來 GEM來即興 發展一些東西 就是用那些素材 自己做了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 給導演聽 最後用在裡面 他有一些這種開發 或者是 集體創作 他很會帶領這個創作 整合不同音樂的資源 去做出一個作品 那這是他在好萊塢 有些人在幫他說話說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 音樂製作人 或音樂統籌 他很有一個能力去 帶領這些事情發生 做出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 比如說他超人鋼鐵英雄 他有個配合是 十個爵士鼓一起打 他錄音之後 就指揮在中間 然後有十個鼓圍著他 一起打 他要錄一個非常震撼的聲響 那這種東西就是 一般人不會想到 可以玩這個東西 他就會去想這種 各式各樣的可能 那曲面其中有一段 他還把一個 一個 法國那個歌姬的歌的 去把它倒過來 去做成另外一個素材 但是他有很多這種想法 那 他的團隊 一定還有做更多 大電影以外的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 一二十個人的音樂製作公司 好萊塢的產業 他都做這些商業片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 規模的事情 那 台灣當然不這樣能比 台灣通常就是 一個人做完全部的事情 這樣 那有預算可以錄音 就是偷笑 就是我們可以找人來錄音 然後來混音這樣 所以其實 這真的是跟產業有關 因為他們 譬如說他們 好萊塢這個產業 可能每年 要上什麼電影 前一年前來年 就已經規劃好了 所以搞不好他們 這些線上作曲家 今年 明年要做的事都已經排好了 他都已經切好 明年幾月幾月 譬如說明年二月到六月 我就做這個片 都已經接好了 所以他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 一個產業這樣子 那 台灣當然這幾年開始 比較 比較 發展起來 可是我覺得他 很多作業流程 或者是 這個 成本 或規模都還不夠穩定 所以比較 比較 難變成那個樣子 這樣子 再次感謝錫文老師 也謝謝大家